配合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大甲地震事务所今年 也首度的与大甲国校合作 邀请三到六零级的小朋友 以鼠年为主题并结合地方特色 来彩绘出各种的创意灯笼 也从中来选出一百多个灯笼 除了是挂在地震事务所里面 更特别举办了网络票选活动 希望借此可以让更多人 看到孩子们的创意作品 天花板上头挂满各种的创意灯笼 不但有应景的熟年图案 更能看到甲安普的地方特色 像是大甲妈祖还有芋头等 这些色彩缤纷的灯笼 全部都是由大甲国校学生 一手创作而成 而每一个灯笼都有一个故事 在我的作品里 有一个身穿鲜红色旗袍的小女孩 手上拿着一面旗子 上面写着2020 代表新年的到来 而其他的老鼠 分别代表 招财禁宝 早生贵子 还有迎春三种意义 大甲的特色产品是芋头 明年是鼠年 所以我把芋头和老鼠 结合成这个灯笼的主题 因为我这里像这种黑色的 是用墨水做的 所以它有时候还没 就是它不是快干 然后会流下来 这个也是流下来 然后修成鞭炮 大甲地震事务所为了宣传 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今年也与大甲国小合作 邀请三到六年级的小朋友 以鼠年为主题 更结合地方特色 来彩绘出创意灯笼 并且从中选出了100多个 除了挂在地震事务所里面 还另外举办网络票选活动 人气前三名的作品 将获得奖品鼓励 让我们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从事艺术的创作 另外又可以在地震这个地方 地震事务所展示给我们的大甲乡亲 来看自己的作品 延伸自己艺术创作的舞台 借此活动广为宣导 就是灯会的相关讯息 也一并向下扎根 孩子的美感教育 然后提升民众对传统艺术的涵养 大甲地震事务所也表示 票选活动从今日起到年底 都能够上网投票 而灯笼的展出时间 也将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23号 欢迎民众在抢工之举 也能欣赏孩子们的创意作品 支持重播和台中采访到